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辽宁南篮 那么关于辽宁南篮外援的选择问题一直是扑朔迷离 也是备受大家关注 因为大家很明白CBA是一个职业联赛 尽管你拥有非常出色的国内学员 但是外援在其中所占的重要成分是不言而语的 而辽宁队此前两次在总决赛当中倒在广东队的脚下 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外援这一块上与对手是有一定差距的 所以说在新赛季寻找外援方面一直是备受关注 那么小外援方面现在基本上已经确定是符合了 大外援更加受辽宁球迷的一个关注 毕竟拳运会上能够击败广东队内线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周期对于后场篮板球的保护 是辽宁队能够夺冠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说大外援如何选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近日的话根据部分相对比较权威的一些自媒体的 爆料来看那辽宁队目前已经是敲定了大外援的人选 那就是此前两个赛季效力于天津队的外援托多罗维奇 那可以说这名球员的话 从数据上来看的确是非常的炸裂 那么两个赛季 第一个赛季效力天津队的时候 托多罗维奇是能够拿下26分13个篮板球的数据 上个赛季则能够拿下30分11个篮板球 外加4个助攻的数据 当然天津队近两个赛季都是联盟垫底球队级别的存在 很多人说托多罗维奇那么出色的数据 是不是一个数据刷子呢 这样的数据对于辽宁队这样一直争贯级别的球队 意义大不大呢 那么从个人观点来看的话 我觉得这笔签约对于辽宁队来说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纵然他的这个数据肯定是有一定的水分存在的 毕竟他所效力的天津队实力实在是太弱 根本不够给辽宁队看的 但是你要看过他打球的话 就应该知道这个外言是非常适合辽宁队的 首先第一个他的身高体重非常足 顶到五号位没有任何的问题 关键是速度不慢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 你可以把它看作另外一个韩德军 就是巅峰时期那种能够跟得上辽宁打快攻的韩德军 那第二一点的话 托多罗维奇两个赛季以来一直在进步 在加盟辽宁天津队的第一个赛季 他还不擅长头三分 上个赛季他场均外线出手三次 能够命中预求 对于一个内线来说 这样的数据足够了 他的进攻范围是可以沿着到三分线以外的 第三一个 那么托多罗维奇上个赛季有四次助攻 这说明他是一个非常擅长组织的球员 而且是自带体系的 那我们知道 辽宁队其实在首发阵容方面 基本上还是要派出韩德军来顶五号位的 然后再派上郭艾伦赵季伟 加上小外援 三后卫齐发 配合上张振林 这是通常辽宁队的一个 我们讲首发阵容 所以说大外援会放在替补席上 那之所以辽宁队啊 这几年一直过不了广东这一关 就是因为广东可以利用外援 像布鲁克斯在替补席上 对吧 出色的这种得分能力 引领板凳的深度 而辽宁队这边 则很少能够去找到一个 非常出众的第二外援 能够引领自己的板凳 打成一套新的体系 但是现在托德罗维奇 我们看到 他是一个自带体系的球员 能得分 能抢来板 完了之后 还能够助攻跟队友打成一面 所以说你把它放在板凳系上 那对于整个辽宁队 二线阵容的得分能力 将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保障 第四一个托德罗维奇 非常重要的好处是什么 这是一个喜欢防守 而且愿意防守的外援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他的这种战术素养是非常高的 他没有打过NBA 绝对天赋算不上顶级 但是他常年在西班牙联赛校里 曾经帮助黄家马特里 拿到过西班牙国王杯和西班牙联赛的冠军 这一点 也是说明他能够很好的融入球队 而是此前他已经打过两年CBA了 跟之前的西蒙斯 史蒂芬斯 这样的外援 他是不一样的 最后一点的话 就是这个托德罗维奇 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 他是一个内线的抢断高手 上个赛系场均有两个抢断 可以看一下这样的数据内线群员里面 是非常少见的 那么一个擅长抢断的外援 就可以让你立刻打出快速的攻防反击 我们知道 速度也是辽宁队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宝 所以说相比于抢到后场 老板然后在一个长船扔过去 倒不如像托德罗维奇这样 我直接内向搞一个抢断 打起来的反击速度和效率 无疑是更高的 所以说托德罗维奇 对于眼下的辽宁队来说 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的外援 或许就像咱们前面说的明细不是特别大 身体素质算不上顶级次前 刷出来的数据也是在一支弱队里面刷出来的 但是纵观它的整体表现 加上战术素养 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 非常非常适合辽宁队的一个大外援 其实对于辽宁这样的夺冠的球队来说 最好的其实就是最适合的那个 就是这样的夺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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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